程式语言中的运算包含了数值运算 逻辑运算和关系运算等不同的运算方式 这些运算使用符号运算出程式执行的结果 我们称这些符号为运算值 这个单元我们将会介绍三个种类的运算值 和条件判断if else 前一个Python基础教学课程 我们使用计算BMI值 所为教学范例 BMI值是一个身体质量指数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之前的教学影片 可以先往前复习一下 这次我们要基于上次的课程范例 加入运算值和判断条件 制作一个升级版的程式 运算值提供程式语言运算的功能 其中最基本的四个运算值 就是加减乘除 在数值运算中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运算符号 但这些运算值在Python中 不只是用在数学运算 也可以用在其他资料的形态当中 像是我们之前介绍示范过的 字串合并 就是使用加这个运算值 之前我们只是使用它 现在你就能够了解这个符号 就是运算值 另外像是赤方 就是加上两个新号的运算值 这都是运算值不只有 加减乘除的功能示范 现在我要再介绍几个运算值的其他功能 首先是加号 我们除了用在字串 还可以用在list这个资料形态 list可以放置许多资料 在同一个变数当中 我们使用的方式 是用中画固将资料包起来 并且用逗号分割 如果我们要将两个list合并在一起 就可以使用加号这个运算值 例如我将A和B 这两个list加在一起 结果就会变成是一个list 若是我们要将list中数值用倍数增加 那我们可以用新号这个运算值 就可以达成 例如我将变数A中的资料重复三次 这里我简单的使用list资料形态 之后我会制作一个详细说明list形态的教学课程 再来就是除号输入两次 那么计算出来的数值 就会是伤值 这可以用在计算 只需要伤值的相除结果当中 关系运算包含了大于小于等于 数值运算之间的关系 在经过运算值运算之后 会返回一个不灵值 true或false 例如2大于1 会回传true 反之则是false 如果我们加上等号 就代表大于等于的意思 这样的关系运算 是我们过去在数学中熟悉的 这边我要多加说明的是两个等号 当我们要比较两个资料或变数是否相等时 需要使用两个等号 而不是一个等号 一个等号是指将右边的数值传给左边的变数 所以不能用在判断资料是否相等的状况 若是我们要比较两个字串是否相同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两个等号的运算值来做判断 例如我在这边示范A字串和B字串是否相等 若字串内容一样 那么就会回传true 如果不同 其中则是false 最后我们要来介绍逻辑运算 and or not 刚才有提到布林值 true和false 当我们使用and 必须要两个资料结为true 运算结果才会是true 如果其中一个为false 那么运算结果就会是false 逻辑运算or则是两个资料其中一个为true 那么运算结果就会是true 除非两个资料结为false 运算结果才会是false 逻辑运算not则是将资料中的布林值做相反 例如变数A原本是true 但我将它前面加上not 运算过后就会变成false 现在我要延续上一次教学影片中 计算BMI数值的程式范例 首先我要让使用者输入身高和体重 接着我要计算出BMI值 BMI的公式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最后我要列印出BMI值 到这边为止都和上一次的教学示范一样 但目前的程式还无法判断 这样的数值是否符合体重标准 所以我们要在这边使用到条件判断if 在拍场中使用的语法是在if后面加上条件式 也就是使用我们刚才上面所教的关系运算和逻辑运算 在结束后方加上冒号 如果条件式的运算结果为true 那么就会执行if下方的程式码 而下方等待执行的程式码区块必须要缩排 按空白键或是按tap键都可以 Python不同于其他程式语言采用缩排的方式 区分程式码执行的区块 让程式码看起来更为简洁 刚学习Python的朋友可能会忽略这一点 请留意这部分 多撰写几次尝试错误后就会更为熟练了 如果你还有其他条件是可以使用else if 和加法程式语言的不同 Python的写法是elif 但用法是一样的 如果你有多个条件也可以继续增加 方法一样如果运算结果为true 就会进入到下方区块执行程式码 最后如果条件都不符合 我们还可以在最后面加上else 为这些资料做最后的判断 刚才我们提到要判断BMI值是否符合正常 而BMI值的正常范围是18.5到24之间 如果BMI值介于24到27则是过重 现在我就要基于这样的标准 来撰写判断条件的程式 首先我们要判断BMI值是否为正常 那我们可以将标准拆开为两个部分来判断 分别是BMI要大于18.5 并且BMI要小于24 因为数值要介于标准之间 当两个条件都满足时 才能算是介于标准之间 所以我们要使用and的运算值 判断是否为true 如果BMI值符合这个条件 我们就列印出体重正常 接着我们要判断体重过重的BMI值 BMI值介于24到27之间是处于体重过重的情况 超过27则分为轻度肥胖和重度肥胖 在这边我只用体重过重的标准作为示范 和刚才一样将BMI值分为两个部分 但在这边我用BMI大于等于24 因为刚才的正常BMI在24以下 并不包含24 所以我在这边要用大于等于 这样才会包含24这个数值 符合这个条件后则列印出体重过重 接下来我们要执行程式 并且用两组身高体重来做测试 第一个是身高1.5公尺 体重65公斤的资料 运算出来的结果是体重正常 接着是身高一样是1.5公尺 体重是80公斤的资料 运算出来的结果是体重过重 OK这样我们就成功撰写完成 一支进化版的BMI程式啰 这个单元我们了解运算值和条件判断的用法 看完影片后你可以试着将程式码 输入到程式编辑器当中练习看看 Kochim 频道主要是分享程式语言教学和电脑网路相关的知识 像今天影片中所介绍的运算值和条件判断 如果你想要收到最新的消息 欢迎订阅Kochim 频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